太有意思了 我中午走路走到这一片 这是一个企业楼的旁边 这边对有个小湖前面 居然遇到一大片的大雁 好像也叫加拿大灰鹅是吧 这种野生的这种水鸟在欧洲特别常见 这一片大概得多少只啊 我感觉得有20只吃好几只 反正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七对八对 十七只 是不是两个家族啊 赖一坨赖一坨 然后其中是一大一小一个公一母带着一群小的呀 我说我前两天走到这的时候 这地上面全是那个鸟缝 这地上面全是鸟缝 原来是他们拉的 我已经走到他跟前了 那个肯定是一个公的领头的 那个可能要是母的一个公一母 领了一大群小的他们的仔 但是这个胆的话就想着长了这么大了 那么还跟着他们呀 你看他警惕的手带后面 因为他体型明显比较大 应该两个家族的 另外有一个小人工湖 估计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个原因等待着来的 这个楼还没投入使用 这是一个商用楼 还没正在这个做那个尾身 做一些那个收尾的工作 还没有开始入住码企业 所以这群就成了这群鸟的 他们的稀稀的场所了 下面那个人工湖 是不是要围起来呀 我现在打扰他们了 围随他们老半天 他们肯定烦死了 这个家伙怎么盯着他们拍呀 好